日圓徘徊二十多年低点 现在正是全球哈日族抢购日货的好时机 美酒喝酒也趁机来收藏 日本清酒跟威士忌加酿 日本的清酒业者 看准海外市场的消费潜力 直接到国外 市场生产 纯名大营酿 酿酒过程 一刻都不能马虎 位于日本山口县的酗酒造公司 知名清酒品牌Tatsi Da Sai 以独有魅力奢华甘甜香气 在国际间闯出名号 让日本第九重新在全球掀起风潮 日圆徘徊二十多年低点 现在正式采购日货减便宜的好时机 外国人可以搭手笔扫货 对比受到疫情冲击的日本国内 餐饮业歇业关门 酒厂业绩不好 只好降价或减少原料米的契作量 日本清酒业者厂商看准海外市场潜力 直接把Tatsi搬到国外生产 Tatsi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亲自飞往纽约盖清酒酿造厂 更和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鸡队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 日本清酒的海外出货量74年来首次超过国内销量 从1980年代以来 日本有一半以上的清酒酿造厂 陆续被封存或关闭 日本国内清酒消费量 从150万公饼一路下滑 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他既在国外之所以名气高 因为早在20年前放弃低价系列 转而制造顶级清酒 并专注于海外市场 出口到香港 杜拜和法国的餐馆 也量产卖到全世界的酒厂 海外营业额甚至已经超过日本国内 不知顶级清酒 日本的威士忌同样在海内外 掀起一股收藏风潮 卖牙的香甜气息 寻辣呛口却让人欲罢不能 从口感 酿造地点 技术到年代 还有酒瓶的造型设计 都是收藏要点 火热的日本威士忌市场 面对的是供不应求 不断上涨的价格 双手一摊很抱歉 因为威士忌需要长期收成 供应量不会马上增加 也让日本威士忌市场行情飙涨 三德利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山崎 七百毫升收购价格两年内成长五成 达到一万日元 白州也涨六成 每瓶八千日元 日本威士忌逐渐在海内外 打开知名度 我们在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海外排卖会上成交价水涨船高 富裕的威士忌收藏家寻求稀有和昂贵的年份 但受到疫情影响 有闲钱的人们蜂拥而至跟风投资 加入收藏行列扩大需求度 日本酒在全球市场与欧美加酿分庭抗礼 经新闻张员姚旭凡报道 确实趁着日元二十多年低点 外国人找到好时机 减便宜采购日货 现在日本酒也是受欢迎的品项 日本酒出口量因为和和时风潮的兴起 所以现在有增加的倾向 我们看到2012年的海外出口金额 当时清酒89亿 而日本威士忌是24亿 也就是黄色部分了 那么逐年成长 一直到了2016年可以发现了 不管是清酒或是威士忌 出口额都破了百亿 那么2018年 原本清酒和威士忌的出口额 相差将近100亿 但是两年之内出口额就上升 因为日本的威士忌 现在价值大涨 掀起了收藏风潮 所以日威市场火热 两者差距看起来是逐渐逐渐的缩小 而日本酒的海外出货量 越来越高 谁买最多呢 您看到了当中的大户 出口金额最高的 除了中国 美国 第四名 很明显就是台湾 而日本的酒 清酒虽然在海外受到了欢迎 但是在当地的销量 跟过去相比是低迷的 从1975年 清酒在日本国内销量是167万公平 再来你看到是一路的走跌 陆续是有一半以上的清酒酿造厂 他们被封存关闭 从2000年之后呢 清酒的销量是呈现加速下跌的 那么到了2020年呢 一年只剩下41万公平 等于是不到50年之内 当中的减幅是超过了75% 第七十五 第七十五